大家好,我是Molly,今天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村民之后不忘本,不抛弃丑气的明星,小沈良19岁19和现在的老婆沈春良相爱了,夫妻二人携手走到了今天,而如今赵本山的徒弟不少都离婚了,他们夫妻算是是夫妻下的正能量担当了, 也是因此让不少网友给小沈良纷纷点赞,李安的老婆叫林慧佳,跟李安一样,也是出生在台湾,是客家人,人很低调,虽然妻子貌不惊人,但他们没有绯闻,三十年相濡以目人贤奇,凭借一手心态软红遍亚洲的人贤奇如今也年于半半,除了事业上顺风顺水,在家庭方面也是十分如意, 人贤奇老婆听美中文名叫陈泽瑜,两人的爱情长跑长达二十多年,两人交往期间人贤奇顺少飞闻传出,婚姻能够维持这么久,堪称演一圈的模范夫妻,张卫健的妻子张信如今已经难掩老太, 古姬是因为她当年为了给张卫健生孩子,两次流查才会她老成如今这样,还好张卫健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,多年来对她不离不弃,照顾有家,在1993年,古剧姬成为签约歌手,正式出道, 而古剧姬妻子陈俊晴,就是她当时的生活助理,一直陪在古剧姬的身边整整二十一年,二十一年,一个女人把所有最好的,都默默封献,给了这个她深爱的男人,二十一年后,这个男人给她了最浪漫的婚礼,这样的爱情让人无不感动。 众所周知,黄博是因为餐,因明号导演的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而成名的,成名后,黄博近些来来的演艺之路,也越来越好,但黄博却没有明星的架子,始终谦逊作人,起初的时候的黄博还不出名,一直在娱乐圈的最底层发展,妻子小欧给了她很多鼓励和帮助。